天狼 天狼 不得你争争 同学们 同学们 还拿出力量 看复兴天下的希望 天狼 天狼 不得你争争 同学们 同学们 还拿出力量 看复兴天下的希望 哈哈哈哈哈哈 八字有八千多种 我们每年出版的新的书籍十万多种 毛泽东在文化艺术领域 他也主张百花饥饭 百家争鸣 当然我们在一定的时期里面 有个左的错误 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是尊重这个方式 四年前您曾经到中国很重要的一家报纸 人民日报 您对他们说 即使是一篇文章 哪怕一句话讲错了 都可能会造成国内的政治不稳定 新闻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四年前我是到这个人民日报社去过 但是好像我的原话 并不一定是这样讲的 我这是说明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 我们有十二亿多人 这个新闻的导向 确实是很重要的 不管对中国的新闻界 也包括西方的新闻界 我都认为新闻界有一点很重要 我尊重所有的新闻界 他们自己的看法意见 但是这个事实不能流去 中国的新闻 中国的特别的我们的人民日报 那么老百姓非常重视 如果他某一个事实报道错误了 人家是信以为真 不像你们那儿 反正随便报 那就跟我们情况就不一样 你们报道一个新闻 其实不符合事实的 也无所谓 你比如说 我现在还在白带河给你谈话 但是你已经 我看到海外的报纸 说我已经到了大连了 如果真实的话 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里谈话 您现在肩上担负的很重要的职责之一 就是中央军委主席 您对军队非常严格 是不是这样 我是到现在为止 不知不觉的已经干了将近十几年的军委 我自己认为 我在军队里面 也还是为大家说信任 因为不需要我去打枪 也不需要我去开飞机 我呢 应该说是做战略的决定 两年以前 您让军队退出生产经营 为什么要做出这一决定 我认为如果部队经商是一个辅射机 历史的经验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军队经商了以后 没有一个不腐败的 最后必然是换上了军队的军型 您提到了腐败这个问题 我到中央来工作的 当时邓小平就告诉我们 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首先我在抓的这个 反腐败 腐败 它是一个烈死的现象 古今中外盖某人外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的态度 一直是采取 坚决地要反对它 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还继续在抓这个功能 我认为腐败对我们来讲 在某些方面非常严重 我非常扯恨他 但是呢 要想一下子一个早上 把它都解决 看来也是很困难 我认为这个反腐败 只能用法制的办法 用整个的愚人的办法 教育的办法 逐步地把它解决 中国为什么要封掉一些网站呢 你们担心人们 从网上获悉一点什么情况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 我给你刚才谈新闻之业 就已经谈起过 但现在呢 我想 对于Internet 我们也希望通过Internet 学到许多 这个有益的知识 但是也要看到Internet 也有许多不健康的东西 特别是黄毒毒 这对我们的青年一代是 十分伤害的 这一点恐怕我们是要有选择性 正如阿玛尔肯 同样也选择性 一句话 是希望从这个Internet上面 接受有益于我们中国 发展的消息 不管是文化的经济的国方面 但是呢 我们希望呢 尽可能的 一致一些 不利于我们的 我想应该承认一条 你们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 比我们要高得多 I not mean this advanced equipment I mean 就是你们的在媒体 在新闻选择这一方面 你们的要求要是很高的 比如说 你能不能 如实地 报道中国的情况 我们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 在事实上 很难 四年之前 您曾召集一些学者和历史学家 在北戴河开会 讨论有关道德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在西方 所面临的问题 其实这个题目 我们经常研究 不管哪一个国家 好几千年以来 特别是中国 因为历史比较悠久 对于精神的文明 一直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道德的高尚 一直是非常重视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要人们自负 允许一部分人地区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然后要达到共同富裕 自负光荣 并不是资本主义 我今天在广东 我给你们讲 你们现在 比起于中国的其他地方来讲 对西部的省事要富了 但是要自负私远 富而要私经 不能停止不起 不想无这丰富 道德精神堕落 这是我们所有的国家领导人 都应该共同对待的问题 主席先生 您本人曾要求人们 抵制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 您说的腐朽的东西 到底指的是什么 美国的领导人 包括原来的总统布什 卡特 包括现在的总统 克林顿 我们也都非常担心 青年一代 在这方面 道德领域里面 受到这种堕落的影响 您认为美国比中国腐朽吗 我们再向你们出口腐朽吗 应该这么说 也与我们双方国家的历史传统 生活习惯 宗教信仰 也许是东西不一样 也可能